好,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呢,你有沒有選好一個好的範本了? 有沒有覺得你成功一半了? 蛤?因為你的簡報已經比較吸睛了一點啊,對不對? 可以比較吸引大家的目光啊 那所以呢,我們剛剛先做一件事情,是不是先預覽了? 因為你要先了解一下 到底你選的這個範本,它是怎麼走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中文字型的部分 好,你先看一下,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左手邊看起來好熟悉的感覺? 像不像你在PowerPoint裡面那樣子? 對 因為它叫做換燈,它叫做投影片,對不對? 我們這邊叫做換燈片 意思都一樣 所以你知道如果要調整播放的順序該怎麼播了吧? 可以啊 對啊 這樣了解嗎? 這樣就可以調整播放的順序了 好,那第二個 如果你在這邊你想要打中文的 那我就要問一下囉 你看,我現在打中文 有沒有發現,打不進去? 因為他說你的字體現在不對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當你點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們找到右手邊 它現在這個是英文的字體有沒有 所以不OK囉 那你來這邊麻煩你改一下 你可以找到你電腦裡面的所有字型 我們這裡應該也有不少 好,往下拉 中文通常都在下面 欸王漢中的喔 有很多嗎? 有看到對不對 但是呢你記得第一次用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動作 下載 不是下載 它是把這個字型會轉到這個簡報裡面去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你在網頁上 如果你把這個簡報發布上去 別人沒有這個字型 是不是也能夠看得到 你PowerPoint就會有這個問題啊 你今天在 你的電腦裡面用娃娃體 那別人家裡面沒有娃娃體怎麼辦 用少女啊 蛤?他家沒有少女體怎麼辦 家載啊 那又不是免費的 對不對 好,所以呢你第一次會有一個 就是家載的動作 好,現在呢你看喔 好 有沒有中文就出來了 對不對 就OK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用中文的時候齁 你要注意一下的好不好 這樣OK嗎? 好 那中文的也會的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可不可以加一些圖形 圖片跟角色進來 當然是可以的 我們剛剛也有看過 欸,其實他有很多的什麼 圖褲 除了範本以外 他還有圖褲 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在這邊 有一般的 基本的形狀齁 這個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這我就不用講 你看這裡 圖片齁 有沒有很多類型 這裡還可以選類別 好 還可以選類別 所以你喜歡哪一個點的就可以用 好,點的就可以用 這是 比較基本的 當然如果你 你圖片是來自自己電腦裡面的 你就從這邊找就好了 好,從這邊載進來就可以用 那 除了這個 還有沒有別的? 有 很特別的 他還有這個叫做角色 還有呢 網下還有Flash的 這個 不過 如果你要放在網路上的話 就不太建議各位用Flash 因為Flash的現在網站 你們現在用流感器看Flash 支不支援 支援 支援 現在新的流感器都不支援喔 好,所以 你用這個看Flash的話 假設你有 簡報裡面也用Flash 在網路上可能會看不到 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來,你看一下角色 好 他這裡有分喔 有這種Flash的角色 有PNG的角色 請問 PNG的 可不可以做動畫? 可以 可以 PNG可以做動畫 可以 可以 Flash可以對不對 請問GIF可不可以做動畫? 可以 對 所以目前 GIF 是最古老的什麼 網頁上的動畫格式 因為Flash 而 怎麼樣 視為 也因為Flash不行了 他又再起來了 所以呢 大概是從去年 去年 Facebook就開始怎麼樣 支援GIF的動畫了 好 那你可以看看 如果你要用Flash的 我也不反對啦 只是說在這邊 你今天如果不拿去哪裡 不拿到網路上 用這個都沒關係 好 那你選好了之後呢 沒有 有 出來了有沒有 有不同的角色對不對 可是大家會 點進去 有沒有進來了 他是一個動畫 對啊 如果不要怎麼辦 垃圾桶 插插跳 沒有插插 只有垃圾桶 可以 這樣會了齁 所以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那當然 你也可以找這個 GIF角色的 他也有部分的 GIF就相對比較少了齁 至少這個 聖誕老公公快要到了 聖誕老公公有沒有快要到了 你看 要變大變小 這個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旋轉有沒有都跟那個一樣 這樣可以嗎 隨便你啊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 會不會 打中文字 會喔 會不會加入一些圖形的 會喔 事實上還有其他的啦齁 如果你有些特殊符號 這邊也有 所以你可以稍微嘗試看看喔 來 還給你 好耶